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Ben 歡迎收看本集的戰地風雲 很開心見到各位 身為遊戲人 要知遊戲事 戰地風雲2042推出已過一段時間 各位玩的怎麼樣呢? 如果你還在繼續玩 但正苦惱該怎麼玩的好時 那我也許能提供給你一些小小的幫助 本片說白了就是極簡單的新手教學 當然老鳥也可以聽聽看我的建議 快速帶各位熟悉戰地風雲2042的各方各面 射擊遊戲無論怎麼變 核心永遠都一樣 真的不難 然後本片是以部戰為主 且主要講述2042本體而非傳送門模式 未進之處還請減量 資訊欄有時間走 各位可以挑想看的段落觀看 記得訂閱本頻道及打開小鈴鐺 以即時獲得新消息或是學習新知 還有方便的話 請點進影片裡的廣告給我一點鼓勵 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開始吧 無論手把還劍數 每個人的感覺都不一樣 進遊戲時花個幾分鐘調整靈敏度 互動鍵 長按還按一下等等 都非常值得 免得遇到敵人後才發現怎麼那麼難操控 像我是低靈敏度手把玩家 轉頭速度如果過快眼睛反倒會跟不上 所以我的數值就沒有那麼高了 前幾座的手榴彈只要按個按鍵就能馬上丟出去 但本座很討厭 得先拿出來一個步驟 再來丟出又一個步驟 導致不少人錯失良機 如要改成自動丟芭樂 手把玩家請在控制器選項下尋找徒步 然後開啟快速投擲手榴彈選項 不過那會變成連丟 所以如果只想丟一顆的話 記得要按換武器鍵來取消投擲 老實說我不懂手榴彈幹嘛變這樣 很不方便 請注意 現在DICE把刷AI的相關獎勵都取消或減少 所以以下資訊可能過時 有利玩家的就改特別快 不利玩家的就慢吞吞 呵呵 本座確定可以自己一人玩AI場 滿滿的AI只跟你互動 真的超甜蜜 殺真人玩家跟AI玩家都能解鎖等級 配件 裝備 而且也可以解成就跟獎盃 所以建議各位務必先開AI場熟悉一下操作 順便解鎖東西 由於本座的槍支最一開始毫無配件 再加上有些槍的後座力很難壓 鐵瞄很難用 所以先殺點AI把配件解一解比較好 這樣在真槍實彈的戰場裡才能大殺四方 像我的手槍配件 機槍瞄準鏡就是先從AI場慢慢刷 不然無配件真的很不好打 畢竟本座的玩家數量多 地圖大 所以情況會更複雜 由於本座取消冰種系統 又加上什麼裝備都可以帶 所以我首先建議各位玩白髮大媽佛克 佛克是醫護專家 能坦別人也能幫自己補血 跟我家附近的熱心大媽一樣 喜歡助人然後又可以滿血復活 如果你們覺得用注射槍醫療自己的過程太久 也可以朝地上或牆壁射一發快速補血 這樣比較快 在使用電擊器救人時請切記 一定要確認附近沒敵人後才能救 否則被救起來後又被敵人幹掉實在是損人不利己 醫護兵雖然是以救人 治療為主業沒錯 但也要記得聖人評的可不是一頭熱 而是靠智慧 當白髮大媽的你 切記要把周圍的敵人幹掉後才拿出電擊器 如果情勢不對 該跑的還是得跑 不要硬救 另外在救人時切記趴下或保持移動 以免被敵人鎖定 至於死在地上的玩家 也不用敢 不要吹 因為你不知道那名白髮大媽 正在經歷什麼樣的艱辛苦難 除非附近超安全 隊友爆滿 但大媽還在shopping 那就是獅子白癡了 本作的醫護系統我真心覺得很爛 首先 注射器射到隊友身上後 由於很常不會出現治療分數提示 不知道隊友有沒有被補血到 導致多射幾發造成浪費 其次 以前的作品就是按按鍵就丟醫療用品 本作還要先按按鍵把注射器拿出來 用完後還要按按鍵換回主武器 真的覺得麻煩 有時候會害我用注射器朝遠方的敵人射擊 說真的 這項改動我認為有夠爛 世界無敵糟糕 第二推薦也是最後推薦的專家為波利斯 他的SG36掃兵槍不僅很坦 還能偵測敵人 由於遊戲的畫面越做越真實 有時候趴在草叢裡的月供得靠此招才能抓出來打屁股 不然都找不到敵人 由於戰地風雲系列主打的是大戰場 所以敵人很常出現在各種距離 因此武器的選擇也是門學問 另外 本作的武器目前射出去的子彈很常被吃掉 或是子彈亂飄 所以此段的心得可能會不完整 突擊步槍是種近、中、稍遠距離都很好用的優秀武器 近距離按住板機 遠距離就一發一發慢慢點射 非常面面俱到 衝鋒槍只適合近距離 因此突破掃蕩很好用 機槍的火力輸出非常足夠 近距離狂扣板機無腦少 不過中距離以上就稍微吃力些 省槍手專用的射手步槍我認為是本作的寵兒 近、中、遠距離都很有看頭 聚機槍只適合中、遠距離 近距離真的沒啥用 蓋藥分析後 其實我認為突擊步槍最適合新手 因為各方各面都有顧到 射手步槍較吃準度 如果是瞄準鼓手建議別拿 機槍則是建議等拿到多一點的配件後才使用 不然後座力大 衝鋒槍我覺得因為地圖大的緣故 所以這幾天玩下來感覺不是很常用到 只有PP29做壞了 另外 本作的槍降系統能隨時讓玩家更換配件 所以在近距離作戰時就使用紅點描具 遠距離的敵人就換上高倍率的瞄準鏡 投資類武器其實都可以 破片手榴彈可以用來炸一堆魚 不過我叫偏好動態感應器 因為可以幫我注意到我沒有看到的死角 從而找出敵人 有關於動態感應器 會到下一段再做詳細介紹 裝備我建議帶無後座力砲或C5 這兩種無論打人還是反載具都非常有效 由於前面已經推薦各位玩大媽 所以醫藥箱就免了 彈藥箱也是 可以不必帶 因為槍降系統 也可以讓各位自由選擇使用那種類型的彈匣 何況也可以從死掉的敵人身上撿彈藥 維修工具則是你如果不是專門的載具維修員 不然也不用 裝家版其實不錯 能增加自己的存活率 但面對一海票敵人還是得去見上帝 在使用刪去法後 無後座力砲或C5便是剩下的選項 考慮到只要進入室內 就能躲避空中載具的攻擊 加上對空導彈只能用來攻擊空中載具 不能打步兵或地面載具 因此跟炸藥包與無後座力砲比起來 CP值不算高 而且如果沒有人跟你一起反空中載具 那這樣防空會很吃力 無後座力砲只要跟載具稍微拉開一點距離 就能耍得對方團團轉 對方說不定連你的位置在哪裡都不知道 當然在敵人步兵很多的地方也只要轟個幾發 保證能收割滿滿 如果你能像個忍者 偷偷默默繞到載具背後 那就能用C5給對方一個天大的驚喜 常玩COD或HELLO的人 肯定能了解小地圖的重要性 有時候你還沒看到人 雷達就已經幫你顯示出來了 這時候就可以提早舉槍等人來 然後笑笑地為對方吃子彈 雷達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你的第三隻眼 能幫你注意到你事業索機裡沒看到的敵人 尤其本桌微裝消音器開火時 雷達會顯示位置 因此又更重要 比如說你在轉角處 眼前沒看到敵人 但是雷達已經幫你顯示出轉角後方有人 這時候你就可以採取相關行動 像是跳射 丟把蠟 爽一發火箭 掉頭就走等等 總比傻傻衝出去給人殺好 另外 隨著技術的進步 遊戲體驗會越來越真實 敵人跟警務融為一體的情況會挺常出現 所以雷達就是搜尋敵人的利器了 當然也不是時時刻刻叫你盯著小地圖看 我的經驗是平時每5秒就看一下 戰況激烈時就每3秒看一下 出偵察裝備時就幾乎會一直盯著小地圖 擊殺顯示這個比較進階 雖然使用的機率比較少 本作並非全隊友顯示 而是只有同小隊成員 畢竟64人太多會很雜 但是在關鍵時刻仍然能派上用場 假設現在風平讓鏡 你前方有個隊友卻突然莫名其妙去了 你又找不到敵人 這時候可以透過看擊殺顯示來判斷 敵人可能會在哪裡 假如擊殺顯示是狙擊槍 那就可能是遠處 這時候就趕緊繞路 假如是散彈槍 就代表敵人離死掉隊友的位置很近 得提高警覺 擊殺顯示的用處在於幫助你判斷 敵人拿的是什麼武器 進而去思考該如何走下一步 今天裡面對坦克毫無還擊能力 只能逃跑 你該往哪逃 今天遇到飛行者就要來把你炸到屁滾尿流 你知道最近的建築物在哪裡嗎 今天有大量敵人纏著你的身體 你該跑哪裡去 這就是各位要熟悉地圖的原因 因為這樣你才好知道該在哪裡重整態勢 當然 我也不是要各位哪個地方有幾張桌子 哪些地方有企鵝那樣牢記 而是要有個大概印象就好了 像Beta10的軌道地圖 我玩個三次就大致掌握了70% 知道有哪幾條路線可以攻上頂樓 遇到載具時該往哪逃 哪幾條路線比較安全等等 征服模式由於比較會全場跑透透 所以務必跑個幾次熟悉地圖 突破模式則是一個區域一個區域解鎖 地圖大小會限制 所以自然而然就能記起來哪裡有什麼東西 那麼以上就是本集的所有內容 祝未規劃者們武運蒼龍 地方 3 3 4 4 感谢观看